养子又瘦了,裙子提到胸口都挂不住,还要套条短裤才能固定住,看到美女明星为了减肥有多努力,很多人都不太能够理解,穿上华丽的衣服,只要量体定做不就好了吗? 为什么要非要这样拼命瘦身,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,时尚造型中很多的衣服,服装需要身材好,身材要有多少就有多瘦,来看看养子的造型就知道了,养子已经算是比较瘦的了,而且这些年的变化也非常大,从家有儿女里面的小姑娘变成了大美女,她又瘦了,裙子提到胸口都挂不住,还要套条短裤才能固定住,一方面觉得这是一种潮流, 另外一方面,也是考验那小麻妖的时刻,如果稍微胖一点,恐怕这两层收腰的效果都会勒出游泳圈呢? 养子不仅是从颜值时,就是身材上也是越来越精致了,她早就接受采访中说过,不仅需要提升自己的演技,还要提升自己的商业价值,时尚造型可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门槛和展示了, 如果身材不够瘦,像这样深色的衣服,依字间的效果,真的很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造型。 3.12分,养子就算是穿上颜色比较浅的运动装,其实在街场能出现也能够看得出来,身材有多苗条,已经是情情欲利的大美女,很多的造型。 当然要非常注意,如果穿上运动装,也可能展示出整个身材上面的纤细,刚才是方便做各种的造型,各种的街拍都非常的美,养子很多的时尚街拍,其实都带有一种小巧玲珑的感觉。 偶尔有时候把头发染成了这种小黄毛,看上去有点老气,但是整体来说,胳膊腿都很纤细,而且整个身材看上去也很窈窕,只是她的设计时,要赶紧给这个小美女,穿上一些颜色鲜亮的衣服吧。 养子其实还蛮适合连体装的连体裤装,也不会显得特别胖,身材比例也完美,相比较而言,紧身的打底裤搭配,一个皮夹克外套,反而觉得有一点点胖。 所以说时尚造型其实都是有自己的套路的,每一个人饰和款式都不一样,图片声明,图片来源网络,如有秦玄请联系作者删除。